歡迎收看群球現場 漫遊天下 我是李小如 這星期我們先來看的話題是 狗狗有靈敏的鼻子 是警方找犯人 軍方找地雷的好幫手 二烏戰爭開打之後 烏克蘭一隻掃雷犬 他的名字叫子彈 救人立功無數 在日前就受到了總統 澤倫斯基的頒獎表揚 而他可愛的模樣 也在全球犬粉 另外在匈牙裡 也有受虐犬 獲救之後受訓成為掃雷犬 找到了新神 烏克蘭的護國神犬 掃雷犬子彈 風光接受總統 澤倫斯基頒獎 來訪的加拿大總理 杜五道拍拍口袋 想找零食卻沒有 他汪汪兩聲逗向全場 子彈是捷克羅蘇 梗犬 他苟如其名 小小的各自動作迅速 在東北部城市切爾尼哥夫 跟隨國家緊急救難服務處 SES出任務 已經找到超過兩百顆爆裂物 和地雷拯救許多人命 小小英雄工作完 常常淚倒在林犬園的懷裡 模樣超級可愛 就連日前電視台新聞節目連線專訪時 面對鏡頭也不知睡著 下巴靠在桌上 模樣又融化一票全球粉絲的心 要成為一隻護國為民的掃雷犬 並不簡單 要有積極進去的個性 以及專注的學習力 匈牙立首都布達佩斯 這處軍營裡 兩歲的比利時 摩羊犬羅根就是稱職的 沙拉雷神力軍 特別的是 羅根並非專業軍全出生 而是曾被四主用 鐵鏈損著 營養不良的 受虐拳 訓練官從東部庇護所 看上他 昭穆從軍 每天接受社交與服從訓練 學習辨識至少二十五種 不同爆裂物的氣味 軍方原本擔心 羅根可能有心靈創傷 不好訓練 沒想到他身心狀態出奇好 堪稱萬中選一 三十天訓練期還沒結束 就合格錄取 未來羅根將在匈牙利各重要地點擔任檢察員 也可能跟國軍一起執行北約組織的海外任務 軍團指揮官 習拉吉上校說 本世紀以來恐怖組織越來越傾向使用像是自殺炸彈等簡易的爆裂裝置 檢測這些恐怖威脅必須有新方法 而掃雷犬就是最佳解決方案之一 兩千零九年以來反恐部隊一直都有他們的存在 未來也渴望擴大編制 庇護所的獲救犬也在考量範圍之內 希望幫他們找到一條新的出路 公視新聞 北極熊 現在已經被列為食品為物種 科學家就預估全球大約剩下兩萬六千頭 由於地球的溫度持續在上升 北極的海濱融化速度也加快 如此一來也就衝擊到了北極熊的棲息地 並且造成他們覓食困難 而為了搶奪食物自相殘殺 甚至還會影響到母熊捕育下一代 來自挪威的極地研究員 每年都會到東北地島 調查北極熊族群數量以及健康狀況 這回巧遇了結束東眠的母北極熊 身邊帶著兩隻小熊 研究人員趁著抽取母熊血液的過程 逗弄可愛的幼熊 雖然今年看起來母熊的身體健康狀況良好 但研究團隊還是擔心 這可能只是暫時的 因為全球暖化未見任何趨緩跡象 北極熊在移動或是狩獵時 仰賴腳下踩的海濱 海濱越厚步伐越穩也能走得更遠 但因為暖化導致冰層逐漸消融 意味著北極熊如果要抵達潜水區密石 必須在水中游更久的時間 體力消耗太快 長期食不果腹 母北極熊缺乏奶水哺乳 會影響小北極熊的發展 甚至還會出現母熊拋棄右熊的情況 如此一來北極熊的數量也會越來越少 目前科學家估計 全球大約剩下2.6萬隻北極熊 食物來源減少北極熊開始自相殘殺 族群縮小近親繁殖增加減少基因多樣性 北極熊現已被列為冰為物種 若人類再不採取行動控制暖化升溫幅度 北極熊恐怕會在本世紀滅絕 公視新聞本編譯 黃麗企鵝模樣很陶希可愛 但是南極的黃麗企鵝也因為海濱銳減 恐怕在未來的三十到四十年之內 會面臨滅絕 儘管巴黎氣候協定希望把全球升溫的幅度 可以限制在一點五度以內 但是科學家也預測在未來的五年之內 有百分之五十的機率會超過這個門檻 最近各地也就頻繁出現了極端氣候 像是南亞熱浪就提前清洗 而中東則是出現了嚴重的沙塵暴 剛孵化的黃帝企鵝躲在熊企鵝的腹部下方取暖 而這時雌企鵝正前往大海秘食 每到黃帝企鵝的繁殖期 南極海濱就會出現這樣的盛況 不過隨著全球氣候變遷加劇 未來這生物奇觀恐怕會消失 因為今年二月科學家偵測到南極周圍的海濱 以縮小到兩百萬平方公尺以下 是四十多年來的最低水準 過去三年黃帝企鵝的第二大棲息地 威德爾海的哈雷灣 也因為海濱太晚結冰 太早融化 影響企鵝的繁殖 小企鵝不是溺斃 就是被凍死 如果狀況持續下去 未來的三十年到四十年內 黃帝企鵝恐怕會面臨滅絕 近期南雅遭熱浪襲擊 中東出現沙塵暴與沙漠化等現象 再在顯示極端氣候出現 越來越頻繁 影響範圍更廣 聯合國世界氣象組織警告 未來五年裡 全球升溫幅度有50%的機率 會超過巴黎氣候協定 設定的設施1.5度門檻 一份由全球11個不同的氣象機構 撰寫的報告預測 2022年到2026年間 有九成的機率 全世界會迎來史上最熱的一年 屆時酷熱的天氣 不只會影響人類的活動 也會衝擊到作物生長引發缺糧危機 公視新聞本編譯 越南中部的廣評審 因為獨特的石灰岩地形 擁有洞穴王國的稱號 二零零九年 英國的洞穴探選團隊 在楓崖隔邦國家公園 所發現的山水洞 它的全長將近十公里 最深處達到兩百公尺 估計是在兩百三十一年前 所形成的 是今世世界紀錄認證的 全球第一大洞穴 而它豐富的地底自然生態 二零一三年開放觀光之後 就成了地動探險的熱門地點 英國洞穴研究協會主席 林伯特二零零九年 率領一支探險隊 隨著當地城鄉目搜尋人的腳步 在楓崖葛邦國家公園 這片熱帶叢林 發現這座兩百三十一年前 形成的巨大洞穴 入口處一路往下 岩石布滿了綠蔥蔥的蕨類植物 在往裡面前進 更是別有洞天 猶如人間仙境一般 奇妙的景色 聳立在眼前 原因是為了大洞穴 和大洞穴 在康穴 是因為它們的質量 是因為它們的質量 這是最古老洞穴 在西西亞 四十五萬年代 而且它們的質量很大洞穴 因為大洞穴 你能看到這幾天 有一個大洞穴 而且這大洞穴 它們的質量 從大洞穴 探險人員實地測量三水洞 全長將近十公里 最深之處 達兩百公尺高 是今世世界紀錄認證的全球最大的洞穴 二零一九年 林伯特又率領了一支潛水小組 深入地洞裡的水道 發現通往另一個地洞系統 先是三水洞深不可測 實際的大小 可能遠距目前所知的更深更廣 二零三年起 當局批准三水洞有限度的開放觀光 一年限制一千名遊客 為期四天的洞穴探險 整套行程地價三千美元 除了觀光旅遊的價值之外 總體積達三千八百五十 立方公尺的河洞 也給氣候研究人員提供極重要的資料 有助於預測雨季來臨時 下游地區的洪水 三水洞所在的廣平省目前已經發現了四百多座奇特的洞穴 被外界冠上洞穴王國的美名 公視新聞網紅編譯 尼泊爾西北部喜馬拉雅山路的穆斯堂地區 他的前身是西藏人建立的穆斯堂王國 擁有許多珍貴的文化 而曾經是王國首府的羅馬丹古城 已經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遺產 但是跟其他國家的景點不同 這裡的人民生活相當的困苦 他們也希望政府能夠適度的開放觀光 尼泊爾境內這處隱身在喜馬拉雅山區 海拔三千八百公尺高的古城羅馬丹 過去是西藏人在十四世紀建立的穆斯堂王國首府 也是青藏高原與印度和中亞貿易往來的重要據點 城區四周至今仍留有相當完整的護城牆遺跡 以被列合國列入世界文化遺產的羅馬丹 不只保有中世紀古城風貌 也保留了許多古西藏文化 被稱為西藏之外的西藏 不過這裡與世隔絕 至今仍電力不足 甚至沒有木材可燒 只能拿乾牛糞當燃料 羅馬丹一年中可耕種的時間只有一個月 放牧林牛成了民眾維持生計的重要來源 索性這座位於山爹的古城 擁有豐富的觀光資源 曾經盛極意識的穆斯堂王國 在當地留下許多藏傳佛教的石壁洞窟 有的年代可以追溯到十二世紀 裡面有珍貴的壁畫 不少僧侶會定期造訪 當地居民希望政府放寬管制 降低每位遊客需繳納四百歐元的許可費用 以吸引更多國際旅客 為當地經濟帶來升級 公視新聞曾惠明編譯 美國白宮醫療團隊五月初評估 由於Omicron變種病毒 可能會持續的演化跟傳播 加上疫苗的效力將會逐漸衰退 如果不再追加防疫的預算 同時恢復防疫措施的話 美國的疫情將會從今年夏天逐漸惡化 到秋冬之際 可能會再新增一億人染疫 美國華府的國家大教堂 這個星期敲響教堂終身一千下 每次中獎代表著一千人 哀悼在新冠疫情中 超過一百萬名病故的美國民眾 新冠疫情在美國歷經二十八個月 累積超過八千兩百萬人染疫 並顧人數已達一百萬大關 美國德州的胸腔科醫生瓦隆 在疫情爆發書籍就曾指出 美國正在歷經兩場戰爭 一是對抗疫情 二是對抗民眾的愚蠢 如今美國染疫病故人數達到一百萬 他堅持這個說法沒錯 這很令人驚訝 我沒想到我們失去一千萬人 看看其他國家 中國住在那裡有超過一千萬人 他們沒有在那裡的數量短大 原因我們失去一千萬人 包括CNN 華盛頓郵報 紐約時報等重要美國媒體 近期引述美國白宮五月的報告指出 由於Omicron亞型變種的傳播力極強 如果沒有足夠的防疫經費跟防疫措施 預估美國今年秋冬將再度面臨疫情海峽 恐怕會再新增一億人確診 而一億這個數字相當於三成的人口 更有可能再增加二十五萬人病過 事實上美國傳染病權威 白宮首席醫療顧問佛奇 早在半個多月前就已明確指出 由於新冠病毒還處於高度不穩定的階段 因此傳統的群體免疫目前不太可能達成 根据白宫这份防疫报告指出 拜登政府今年3月 向国会提出的防疫计划 希望国会能通过 225亿美元的防疫经费 要用在帮助民众免费施打疫苗加强针 重启病毒检测站 购买检测试剂和新冠药物 来防止新的疫情大爆发 但这项预算并没有获得通过 也为美国之后的防疫工作 埋下隐忧 尽管美国疫情跟今年的一月高峰 相比大幅趋缓 但五月初的数字 美国全国目前的七天平均新增确诊人数 一中三月三十号的两万九千三百一十二人 上升到近七万一千人 短短五周内就增加了一倍多 显示美国的疫情正在悄悄升温 白宫预估 由于大部分的防疫机制几乎已不存在 因此今年夏季 美国的疫情将由南部开始升温 并在秋天转移到北部各州 多美美国战家预测 随着进入秋冬 民众的疫苗防疫力下降 而且有更多机会待在室内 加上现有疫苗 对变种病毒的保护能力 也可能递减 因此美国疫情在起 几乎已无法避免 而拜登政府现在就必须超前部署 以减轻医疗负担 减少重症死亡 同时尽速研发出新疫苗 与此同时 面对Omicron病毒的持续肆虐 数月组织这个星期也呼吁辉瑞药厂 必须扩大新冠口服药 Paxlovy的生产机制 让更多国家获得防疫应有的资源 辉瑞的新冠口服药Paxlovy 能大幅减少重症跟死亡的几率 辉瑞去年11月 跟联合国支持的国际药品专利时签约 同意该药在95国生产 但包括疫情也很严重的巴西 就没有被包括在内 全球至今已有近5.2亿人染疫 将近630万人病故 也施打了超过113亿剂的新冠疫苗 但新冠变种病毒持续造成威胁 当各国逐步松绑防疫限制的同时 是否真有与病毒共存的强大条件 恐怕还不能太乐观 一顾阿根廷足球传奇球星 马拉杜娜 在1986年世界杯 恭敬被称回上帝之首的禁球 堪称是体育史上最具争议的时刻之一 当年他在场上所穿的球衣 5号就以930万美元 大约合约新台币2.7亿元的天价卖出 刷新了体育紀念品的最高价记录 蓝色的阿根廷 国家队足球衣 单独陈列在国际开卖公司 苏富比的展示区 这是阿根廷已故足球传奇球星 马拉杜娜在当年攻入上帝之首禁球时 所穿的球衣 这件球衣在四月二十号到五月四号间 进行现场拍卖 有七位匿名买家激烈竞标 最后售价高达九百三十万美金 约二点七新台币天价 上帝之首球衣拍卖 创下天价记录 过去体育赛事衣物最高价是 美国棒坛传奇贝比鲁斯 穿过的纽约洋鸡球衣 当时以五百六十万美金卖出 也改写一八九二年 奥林匹克宣言首稿八百八十万美元 卖出所保持的体育 纪念品拍卖价格记录 上帝之首发生在一九八六年 世界杯足球赛八强 马拉杜娜领军的阿根廷 在下半场第六分钟 用手把球送进球门 成为体坛极具争议的事件之一 这场比赛他攻进两球 率领阿根廷二比一 弃走英格兰 最后还夺下冠军 当时马拉杜娜所穿的球衣 也因此水涨船高 上个月霍奇决定 将球衣拿出来拍卖 但马拉杜娜的前妻汉女儿宣称 这件球衣是上半场所穿 而非进球时穿的战袍 让拍卖的苏富比聘请专业团队 采用高科技来鉴定 建立一波三折 总算确定这件球衣是当年马拉杜娜场上穿的战袍 最后也以天价落锤 让这起转卖鉴定风波 和上帝之手一同被载入实测 公事新闻政委任编译 感谢您这星期的收看 在下个星期同一时间 全球现场漫游天下 我是李小如 我们下周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